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队长 今天讲解2011年由捷克吉伦哈尔主演的科幻片 原代码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芝加哥 一名叫科特的男子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在一辆行驶的火车上 科特努力的适应火车上的一切 好像第一次来到这里 对面一个女子不停的和科特讲话 但是科特听的烦了 声称自己是一名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上位 为什么会在火车上 男子来到卫生间 发现了为什么女子刚刚一直叫自己肖恩 原来自己的身份信息是一名教师名叫肖恩 就在科特好奇我是在做梦吗 这名女子是我的老婆吗的时候 火车突然发生爆炸 而下一秒 科特身体被捆着来到了一个类似太空舱的地方 科特是一头雾水 怎么回事 但是正对面显示线上画面中的一名女性 根本不愿意回答科特的疑问 只是马上帮科特做记忆模拟练习 科特通过记忆练习后 科特记起了画面中的女子叫古德文 也是军方的人 科特努力挣脱束缚 发现根本无能为力 古德文没有耐心解释这一切 仿佛他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 只是扔给科特几个关键短句 找出在火车上谁放了炸弹 炸弹的类型 跟上次一样 你还是有八分钟 就这样下一秒 科特又是回到了刚刚行驶的火车上 还是一样的场景 还是女子对自己讲很多话 科特有点上手了 哦哦 原来是一场游戏 是虚拟事件 自己的任务就是找到炸弹 科特摸摸女子 哦呦 做的还挺真实 既然是游戏完成任务 找到炸弹 科特就开始用心了 观察一切的细节 积极开动脑机 放炸弹的人肯定是计划性很强 有时间观念的人 科特就开始排查有时间观念的人 另外火车上这么大点地方 刚刚第一次火车爆炸的时候 声音好像是来自这个方向 科特顺着车厢一番寻找 马上找到了炸弹的位置 但是刚刚古德文又没有说怎么处理炸弹 科特就寻思着用自己的方法 尽快疏散一些人 而就在这时炸弹被突然引爆 火车又被炸了 然后科特又回到了太空舱 科特马上向古德文交代刚刚炸弹的位置 但是经过两次火车爆炸 科特开始情绪化了 他必须要知道真相 为什么自己作为一个阿富汗的上尉 没有在阿富汗打仗 被困在这里和军方合作模拟虚拟游戏 古德文健壮就向上司请示 拿到授权后和科特科普了这一切 就在今天早上7点48分 一辆开往芝加哥的城际火车发生了炸弹袭击 车上有名遇害者是老师 名字就叫肖恩 现在的科特就是扮演早上遇害的乘客肖恩 因为恐怖分子还会炸其他的火车 必须尽快搞清楚恐怖分子的行为模式 找到嫌疑人 古德文透露早上火车爆炸的时候 7站附近检测到有52个人 在火车行驶附近有通话的行为 这样的话范围就缩小了很多 启动程序后 科特就又被送到了火车上 这次科特大致明白了情况 现在是7点40分 火车还有8分钟爆炸 自己的任务就是找到嫌疑人 科特了解到对面的女子名叫娜娜 科特就干脆火车停靠站带娜娜逃走 但是在卫生间好像发现了之前 撒谎没手机的炸弹客 一番搏斗后 科特发现火车还是爆炸了 是自己判断错了 但是在科特被火车撞死后 太空舱的设备出现了一些问题 最终还是连上了程序 指挥官博士科普了更多的信息 科特所在的程序其实是基于量子力学 演化的元代码世界 就好比灯泡熄灭后还会有一些余光 人的大脑死后 脑电磁场能量还会停留8分钟 元代码程序就是追溯人死前8分钟的记忆 这样的一个系统 元代码不是时间旅行 只是时空重现 那么难道说科特现在已经死亡 它只是一个意识的存在吗 科特坚称自己刚刚救了娜娜 但是古德文马上纠正了娜娜 现实中已经死亡 不可逆转 而整个芝加哥正在疏散人民 下一波放射性炸弹可不是开玩笑的 科特继续回到元代码 找嫌疑犯一次又一次 但是同时 科特也在观察古德文的细节 想搞清楚自己是什么回事 最终在元代码里 娜娜告诉了科特真相 科特作为阿富汗上尉 已经在两周前死于战场 知道真相的科特冷静不了了 自己已经挂了 现在只是半个大脑在运作 只有意识的存在 科特非常抗拒军方 利用元代码这样操作自己 指挥官博士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次又一次强行把科特的意识 送回元代码找到炸弹客 毕竟现实世界200万芝加哥人的性命 摆在面前 一通折磨后 科特也逐渐妥协了 认真找炸弹客就完了 经过细致的排查 科特最终揪出了炸弹客 但是在元代码中 娜娜被炸弹客打中一枪 结束了生命 科特仿佛明白了元代码运行的一些bug 科特的意识返回到现实世界后 把炸弹客的详细信息 告诉了指挥官和古德文后 科特强烈要求自己返回元代码系统 拯救全部的乘客 指挥官博士并没有答应 现实中 警方马上定位到了炸弹客的位置 并逮捕了炸弹客 看样子芝加哥的危机是解除了 而就在科特的苦口婆心下 古德文选择最后一次把科特的意识 送回到元代码 即便指挥官下令初始化元代码 古德文还是选择为科特挡住最后的八分钟 科特回到元代码系统 三下五除二解决了炸弹客 解除了炸弹危机 给古德文发了预警短信 科特又打电话给自己的老父亲 作为常年驻扎在阿富汗的战士 自己亏欠了父亲太多 而就在元代码程序结束八分钟之后 古德文选择按下程序的按钮 彻底结束科特的生命 因为元代码程序继续执行下去 肯定是对科特意识的折磨 而就在古德文按下按钮的那一刹那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了 速度越快 时间越慢 即便是现实世界零点几秒的操作 但在科特意识的元代码世界 却拥有了一生的时间 在这个元代码平行世界 科特通过意识加上虚拟肉体 还可以过一生 当然从静止我们就可以看到 科特的身份还是老实萧恩 而科特的意识最后一次进入元代码 给古德文发的炸弹客预警信息 非常意外的通过元代码的运算 传到了元代码虚拟世界中 另外一个虚拟的古德文 在这个虚拟世界 时间才刚刚流淌到 炸弹客袭击第一辆火车的早上 元代码程序还没有启动 收到短信预警的虚拟古德文 也是一头雾水 赶紧找到指挥官博士 但是大家不要误会 真正的现实世界 古德文擅自结束科特的生命 还是会遭到指挥官博士的打击的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元代码程序毫无逻辑问题 现实世界的人类 什么时候利用这个程序 把人类的意识 真正的送到虚拟世界 让人类实现真正的永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